在雍正王朝中 康熙去世的当天晚上 张五哥拿着金牌令箭 把老十三从宗人府里放了出来 随后迅速带人来到京郊的丰台大营 控制了这一防守京城的重要武备力量 从而保证了雍正的平稳登基 如果没有老十三的果断出手 丰台大营还是掌握在提督成文运的手上 而他正是老八印死的人 如果老八孤注一掷 调派丰台大营进驻畅春园的话 雍正能否顺利即位 将会充满变数 免不了和龙科多的九门守城部队 展开一番腥风血雨 关键龙科多还是个投机者 他之所以支持老四印针 是因为康熙帝的提前安排 还有张廷玉的牵制 可是张廷玉是文臣 在这种情况下作用有限 必须得有兵权才能震得住场面 因此老十三的作用至关重要 虽然老十三印祥被圈禁了十年 但是一被放出来 还是能迅速控制丰台大营 并解决了成文运 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这一切 都是因为老十三做了这三件事 第一件给老四留下心腹名单 早在被圈禁于宗人府的时候 印针前去探望老十三 问他现在还有哪些人能用 老十三说日子久了 很多人都见风使舵 改换了门庭 如今能够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他就把这些人名写在纸上 交给了老四印针 对于这些人不到必要时刻 是不能够启用的 一旦需要他们 就会有出气不意的效果 印针是亲王 在朝廷上拥有不小的影响力 拿到这份名单之后 肯定会和这些人暗自联系 保证老十三的余威尚在 有什么提拔任用的机会 肯定也会先紧着这批人 而老十三久在军中 这些人也大都属于军官 免不了有丰台大营的人 所以老十三进入丰台大营的时候 可以直接进入中军大仗 一路畅通无阻 这肯定有名单上的人 在给老十三开吕灯 当时的情况是 丰台大营提督程文运 已经收到了消息 为了支持老八 他们随时准备出兵 所以全军上下已经戒严 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禀报到程文运那里 但是老十三这样身份敏感的人 竟然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 直至进入中军大仗 程文运才知道 这个时候 即便程文运想动手 也来不及了 他不敢公开和皇子作对 更何况身边的将领 有不少都是老十三曾经的手下 局面不再是丰台大营对抗老十三 而是程文运个人对峙老十三 印想掌握了主动权 第二件 金牌令件加皇子身份 雍正得到遗诏后 先是和众皇子争吵了一番 随后老三率先下跪 也就确定了大一名分 而雍正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张五哥带着金牌令件 去自己王府 一切听吾先生行事 这枚金牌令件 就象征着康熙的皇权 代表印祥的释放是皇帝的旨意 他的一切行为 都有了皇权的背书 不会背上矫照 谋反等罪名 在程文运质疑老十三 为什么会被放出来的时候 那些将领心里也犯嘀咕 毕竟老十三已经被圈戒了十年 这个敏感的时候被放出来 会不会根本不是皇帝的旨意 但是老十三拿出金牌令件后 所有人都不敢怀疑了 因为他们清楚 这东西只有在皇帝的允许下 才能使用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 此刻的皇帝已经换人了 不过程文运毕竟是老八的人 他知道老十三和老八一伙水火不容 所以即便不能反驳老十三 他也不会乖乖听令 他自信在丰台大营里 他这个提督还是能节制下属的 即便手下有老十三的人 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违抗将领 一再逼问老十三无果后 成文运也没招了 只能明着对抗 甚至准备拔出腰间的宝剑 此时老十三的那些手下 依旧没有动手 从背后刺死成文运的 是老十三进大营带的那几个人 随着老十三的一个眼神 他被过身去 成文运倒在了血泊中 丰台大营落在了老十三的手中 所有将领都对老十三下跪 表示愿意听从调解 第三件 提拔将领 笼络人心 老十三进入大仗的第一件事 没有和提督城文运打招呼 而是看着之前跟着自己的将领 他念出三个人名 问到碧莉塔 张雨 殷富贵 你们都是跟着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怎么现在还是游击残将啊 很明显 老十三被圈禁的这十年里 他们三人从来没有升过关 因为老八的人主管丰台大营 所以他们肯定会遭到限制和冷落 老十三这话 瞬间点燃他们心中的怒气 多年被打压 心中肯定也是愤愤不平的 老十三接着说道 你们三个听真了 爷今天提升你们为副将了 他们本就和老十三关系肥浅 现在老十三解除圈禁 又给他们升了关 所以定会为老十三马首使瞻 之所以挑选这三个人 肯定也有老四和他的秘密商量 毕竟老十三身在宗人府 对外边的变化一无所知 只能靠四个得到消息 具体谁还能够信任 老十三自己也不敢太确定 所以得靠老四提供的联络来梳理 碧莉塔 张雨 殷富贵这三人 很明显是忠心于老十三的 但是程文运依旧是亲封的封台大营提督 他的将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所以这些将领也不敢擅自行动 就在陷入僵局的时候 程文运准备拔剑来场鱼寺网破 但是老十三的身份是皇子 程文运说到底都是臣子 如此威胁老十三 已经是大罪了 所以在老十三示意杀掉程文运的时候 那些将领根本不敢动手 程文运的死 完全可以按以下饭上的罪名处理 老十三没有一点过错 这下封台大营再也没人限制老十三了 碧莉塔等人也没有了阻碍 可以只听老十三的命令 圈进十年间 正是老十三做了这三件事 才得以顺利掌控封台大营 留下可信任的名单 依旧和属下保持联络 这让老十三不至于无人可用 让手下依旧心存希望 就盼着他出宗人府 拿着金牌令件 象征着皇权 告诉所有人 他是被皇帝放出来的 所做的一切都是皇上的命令 堵住了悠悠众口 把封台大营的控制权争夺战 变成了老十三合成文运两个人的较量 直接提拔自己的心腹 是迅速收拢属于自己的力量 他们才是封台大营中 真正能效忠自己的人 至于其他人 还不能完全相信 在这种关键时刻 只能选择百分百信任的人 况且老十三是去秦王 并不是带兵造反 带着三队兵马已经够了 再多反而有逼宫兵变的嫌疑了 就能生互否也看完 行了